水圍村 在深圳一個香港人聚集的地方 那香港兄弟來深圳吃什麼的呢? 今天一起去試一下 這個椰子雞很棒 門口除了椰子雞外 它在賣虎皮大龍躉 新鮮黃牛肉 和沾江官島生蠔 這個有三個通帶的椰子雞 這個又加了竹生馬太陽刺 那就是這個 我喜歡吃竹生馬太陽刺 是的 是落湯還是燒? 是落湯 這個也是燒的 燒龍 是不是門口那些? 這是黃牛肉嗎? 三種都是黃牛肉 我現在想吃那條魚 這條魚是魚肉的 魚肉 魚肝 魚肝 中分是88 其實是多少人才能吃一條魚呢? 一條魚 一條魚有六十多斤 六十多斤 即是烤全羊 是 整餐廳人都吃 整餐廳人都吃 這個是椰子水? 對,海南椰青水 海南椰青水 這邊是全椰青菜國的 那個涼的是調過的 對,調過的餐點 這邊是竹生蓮子 還有珍珠馬蹄 珍珠馬蹄比較小一點 這是生蠔 這是生蠔 這條魚 還有龍筋 還有龍筋 哦,魚肌 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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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筋 你越大條 就越看它的皮 皮 皮夠厚 骨膠原 很重 骨膠原 這個皮很棒 但肝 我覺得你挑戰一下 待會不會有力 那些不見的東西都夠了 那就是魚肝油 魚肝油 最簡單 三分鐘之後 三分鐘之後 三分鐘 這麼快 三分鐘之後 口感是最好的 哦 沙薑和檸檬 就有椰子雞 到時候就跑了 跑了,你幫我打開 打開我 打開我得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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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底是多了東西的 它是招牌的 除了我們的靚雞之外 多了一些蓮子 多了一些小粒的馬蹄 叫魚 我叫叫魚 嗯 你需要魚嗎 一個美味的椰子雞 始終是從淡湯開始的 這個字很潤 正常人家說的椰子雞 做食飯 其實什麼都不需要的 就是沙薑、油 和這個小米糸 所以今天一定要吃青檸檬 不要說雞味多痛 多香雞味 還有肉夠結實 皮夠爽 沒有油 沒有什麼油 頭四隻落湯 四隻燒 燒珊蠔一定要趁熱 所以我現在要趕快攪拌 就是這樣 珊蠔不太大 好像這些 這些是黃牛肉 你看看它很快 這個釣籠 鋪在面上 反一反 很漂亮 很漂亮 幾秒鐘就完成 牛肉 又配什麼呢 沙茶醬 這個又是一個CP 來的 要弄得很好 做什麼 咬牛肌 可以慢慢咬牛肉 那種香味 再加上沙茶醬 它本身是一個很地道的 沙茶醬吃法 是可以擠出牛肉的鮮味 我們吃雞吃到差不多的情況下 用椰子水來浸牛肉 其實是很香的一件事 雪包的口感會滑一點 沒有釣籠那種暗淨 但是如果它再多一點油 再包進你的口 那你吃下去 整個口感會更加更好 深海大龍筋 哇 多黏碟 你看 皮有夠厚 肉有夠厚 它這個魚肉 是靠魚皮 尿皮 你看 魚皮 有夠厚 所以它叫做虎皮 深海大龍筋 那種魚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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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魚肉 夠硬 夠結實 吃到口 一點腥味都沒有 哇 兩隻蠔 一個咒哩已經悶了 好 你放著吃不吃 吃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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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它的椒 這些不會是硬的 是脆的 這隻叫香蕉 這個香蕉 這個香蕉很好 它夠脆 它有米香 南米香 吃飯之餘 你已經好得了 是啊 好滑 好脹 最高營養 這塊 其實會吃魚的人 都是特別喜歡吃乾 和腸 祝我不是很會吃魚 它很滑 乾是滑的 你明顯感覺到 它真的是脂肪果乾 它是滑的 它是滑的 它是滑油的香味 充激了你整個口 好喝 我們今天這一趟 體驗了一些香港兄弟 剛剛過完關出來 在關口找到什麼吃 的第一步驟 醫肚 但是我就很想知道 醫肚好 那些香港兄弟會繼續去哪裡玩呢 肥虎探教過 不用走了 記得關注我 不要以為這些是血 如果你說這些是血 證明你真的很弱智 很無知 說到巴西 很多人是騎足球 這件事 如果這些食肉手 肯定知道巴西烤肉 是很棒的 今天是一間老廚號 拉丁餐廳 說到吃巴西烤肉 這間拉丁餐廳 在廣州應該是 無人不知 無人不祝 對於我們一些老廣 這間在廣州 應該是第一間巴西烤肉 我們以前讀書 經常會來吃這些 那間是很奢侈 以前是不會有那麼多東西 你看現在就算 它不說蝦肉 只是熟食 都整盤雪糕 都有四五種口味 小朋友這些就是最適的 這是什麼肉 糖肉 小肉 哪都不利 蝦肉 其實我們應該都吃過很多地方 但是唯獨在丁餐廳 是會有這種醬汁 你看看 這個醬汁其實是很解膩的 吃蝦肉真的是絕對 只要醬汁 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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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又有個小秘訣 通常吃這些蝦肉 這些蝦肉 都不斷醬汁 你吃一樣的汁飽 千萬不要醬汁 吃一點點就好了 我以為這些是血 如果你說這些是血 證明你真的很弱智 很無知 這些是牛肉的肌紅蛋白 你在這裡猶豫多大條 你在這裡猶豫多大條 做人快樂的蝦會 就像現在這樣 吃著蝦肉聽著音樂 你寫東西 記得關注我 你話瘋一個 你講到這樣 待會人家就主要你了 那你就做了 你知不知道粵語 好吃是怎樣形容的 正豆 這間居然用正豆來明明 我就看看它有多正豆 以前我們吃這些雞煲 山長水縣要走過方端 都是一些老廣的口味 但現在居然在林鄉 都可以找到一間 很正宗老廣口味的雞煲 吃這些蝦雞煲 很少看到蝦的肉可以這麼好 拌下去 真的是淡淡肉 不過說真的 吃這些雞煲 始終都是 沒有以前在大壇廣 在街邊拿一個炭腦 吹著風 煲著吃的感覺 因為炭腦煲 會更加焦香 現在這種電磁爐 就已經是 沒有了那種蔥味 但味道還算可以 這個 這個雞煲吃到差不多 就要加些雞湯 再煮一些青菜和麵食 它色澤多漂亮 華風一個 你說到這樣 待會人就少你了 那你就做了 這個是華風 加這個雞汁 就不同了 你不穿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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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關注我 一說到這個雞煲 你就知道我今天帶你來吃什麼 吃雞煲 雞煲 你想什麼 朝雞煲 今天邀請了廣州淘大宇 過來吃雞煲 來巴東尖地球 嘿 這裡有什麼雞煲 什麼雞都有 這個套餐是什麼 裡面有一個龍門青瓜 還有一個白杯雞果然雞 還有一個雞的黑椒牛肉 還有一個煲仔飯 黃金豬油拌飯 這雞煲很講求 控制火候和水分是很重要的 它在製作的時候 就要消熱了雞煲 然後就把醬汁和肉壓 把醬汁倒進去 然後它會發出啫啫啫聲的聲音 所以它就叫做啫啫煲 你也知道的 抹到手的嘛 來大宇 吃牛肉 牛肉很嫩 在口感很飽滿的感覺 如果配上一杯紅酒 我相信是更加好 很專業 啫啫啫煲的龍酒 好 讓我試一下 這雞有什麼感覺 大宇吃雞 哇 很香的雞味 看來雞肉是很夠新的 嗯 有筆的 有筆的 這些傳統廣州人最喜歡吃的一個炒飯 不是炒飯 別人也告訴你 很好吃 大宇今天可能的片酬不太夠 整一杯茶台詞 你覺得一槍怎樣 嗯 好吃 正啊 正啊 你得關注我啊 你得關注我啊